武漢居民爆慘狀 體制內證實各地政府已躺平 華郵罕民警告 中國疫情新惡夢恐為全球帶來災難 兩岸企業家峰會 王滬寧講話棉女藏針 專家向台企警告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勇 今天是12月22日星期四 下面是詳細內容 中國疫情大爆發 當局部推出補貼政策 設法保障百姓生活 反而在設定感染死亡標準方面做手腳 武漢居民審先生 12月20日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這輪疫情12月初在當地快速蔓延 醫院對患者以幾何級數上升 已經無能為力 沈先生說 不僅他一家人都陽性 他說 我們所有認識的人當中 百分之九十五都陽性 現在陽性都上班 你說這個傳染性多大? 沈先生說 官方統計的數據 與我們知道的 有非常大的差距 這湖北新增七宗 我們知道那時候 每天拖走的不知道多少人 新聞播出的全部都是假的 我所在的小區有七棟樓 整個小區大約兩千人左右 都感染了 沈先生經營一家裝修公司 疫情三年來接不到訂單 現在一家三口全部都被感染 他的妻子成為家裡的經濟支柱 每天帶病去一家中營超市上班 他陽性也要上班 他店裡二十多個員工 發燒得非常厲害的 就不用上班 現在不發燒的 喉嚨痛的 咳嗽的 全部都要上班 他說上班的時候 聽到的都是咳嗽 據聞照樣子進去買東西 進去的人照樣子都是咳嗽的 那就是要你自生自滅 除了沒有生活補貼之外 中國人還陷入藥物缺乏 以及重症醫療設備缺乏的困局 現時醫療系統 嚴重超出負荷 幾乎導致崩潰 重慶一位分管市場的官員 向自由亞洲電台說 他們11月被困了一個月 結果12月1日突然躺平 立即陷入醫療物資短缺的狀態 他們辦公室17個人當中 有15個人被感染 即使作為分管官員 他連發燒藥都買不到 更不好說一旦重症之後 能不能在醫院用呼吸器 一位體制內資情人士 榮柯鄉自由亞洲表示 清零三年 起荒艙 集中隔離 耗盡了各地的財政 而且大量封控欠落的資金 政府也無法兌現 目前地方政府沒有錢了 徹底放手不理 這位知情人士說 證定院你知不知道 習近平原來從證定院出來的 證定院財政局也出不了糧 也要上訪 中共除了放手 給中國人自生自滅之外 更發表不合理的新冠死亡標準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黃桂強在20日的記者會說 國家衛健委印發通知 明確進行分類 由於新冠病毒導致的肺炎 呼吸衰竭 是首要的死亡確診 歸類為新冠病毒感染導致的死亡 因為其他疾病 長期病 譬如心腦血管疾病 心梗等疾病導致的死亡 不歸類為新冠導致的死亡 換言之 中共只會將新冠檢測陽性 並死於呼吸衰竭的人 算是感染死亡 因為長期病發作 或心臟病發作而死亡的人 即使他們當時感染了新冠 也不會被歸類為確診死亡病例 時事評論員韋虎宇向大紀元表示 中共這種標準與海外不同 在美國 新冠導致長期病復發 或導致長期病加重疑死亡 都算是新冠病毒導致的死亡 韋虎宇認為 中共這樣做的目的 就是要在統計數字方面 降低新冠死亡病例 是為了逃避死亡病例過多 而引發的社會反響和譴責聲音 針對中國社會目前疫情大爆發的發展趨勢 《華盛頓郵報》20日刊登文章警告 中國的疫情新惡夢 恐怕將會演變成全球的大災難 這篇由《華盛頓郵報》編輯委員會 撰寫的文章指出 中共突然放棄清零政策 但卻缺乏連貫性的應變策略 恐怕將會為人民、經濟、共產黨高層 帶來新惡夢 新危機還可能震撼全球 正如三年前武漢爆發疫情時的情況 在中國開始的事 不一定會在中國終止 文章指出 中國疫情恐怕會產生威脅全球其他國家的新變種毒株 之前COVID-19一些具有傳染優勢的變種毒株 都以相當快的速度傳播 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感染 將會提升新變種毒株出現的機會率 文章指出 中共放棄清零的動機是為了振興經濟 但新做法可能適得其反 疫情普遍干擾到生產和供應鏈 萬一中國的製造速度放緩 全球都將會感受到 供應短缺和通貨膨脹之痛 文章指 中共不明智地放棄有效防護病毒的mRNA疫苗 而選擇接種效力較低的中國疫苗 而中國人普遍還未接觸過Omicron變異株 因此缺乏免疫力 文章最後指出 中國11月底罕見爆發抗議 促使習近平決定放棄清零 如果現在疫情惡化的話 人民更加會失去信心 抗議者的怒氣很容易就會捲土重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資訊在20日上午在廈門召開的2022 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 提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依照中共二十大出爐的新一屆常委出場迅速 王滬寧預料將會接替汪洋出任中共全國政協主席 並且兼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他發賀信給兩岸企業家峰會 符合這個預測 王滬寧代表中共中央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對於聯會召開表示祝賀 他在賀信中強調 終會全面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 貫徹新時代 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針策略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外來干涉和台獨分裂 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台灣農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認為 王滬寧的說法基本反映了2019年以來 習近平對台灣政策的說法 他提醒外界注意兩點 一是二十大報局裡包括兩岸部分關係 都是強調鬥爭 二是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 被中共解讀為抗中保台失靈 在這個基礎來看 王滬寧的說法顯示中共要的 是一個中國原則底下的九二共識 所以基本上他強調統一 向這樣的一個趨勢走 而不是只有反台獨 甚至不支持統一的 想要維持兩岸分治都不行 所以不要看這個字是多麼柔和 其實他反映的就是鬥爭 鬥爭就是中共意識形態裡針對敵人 所以他現在的敵人定義是多麼廣闊的 今次聯會以構建產業合作新模式 打造綠色數碼新經濟為主題 王滬寧說 這個主題把握著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機遇 希望兩岸企業家將企業發展和國家繁榮 民族復興 人民幸福緊密結合在一起 台北海洋科大通識中心副教授吳建宗表示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中國的治安問題 還有他的知識產權問題 已經被國際社會圍堵的情況下 對於相關的一些數碼經濟來說 其實是一個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的經濟果實 他認為王滬寧的這些論述 已經沒有辦法再感動台灣的人 當然也不可能去迷惑中國大陸的民眾 所有人只能夠聽黨話 跟黨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看到兩岸之間 會有任何的契機 更何況這幫台灣的企業家 恐怕也會步上大陸企業家的 這種韭菜的後塵 中國疫情失控的當下 感染死亡人數不斷上升 名人去世的消息也頻頻傳出 包括39歲的京劇名寧柱蘭蘭 67歲的清華大學教授 致名設計師吳冠英 但是中共官方的通報只是說撤死 感染重型感冒去世 相關的說法引發中國網民嘲諷 綜合大陸傳媒報導 1983年出生的中國京劇名寧 新京劇創辦人柱蘭蘭 在18日凌晨去世 留下一名7歲的兒子 柱蘭蘭的媽媽 和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 都在19日發庫文 說柱蘭蘭因病搶救無效去世 但是庫文並沒有透露 死者到底是因什麼病 為什麼突然病發 而且已經嚴重到搶救無效死亡的地步 另一位曾經受恩於柱蘭蘭的弟子 在公眾平台發帖哀悼 經聞他因某流行性肺炎病發症 向消肉韻 已經雲歸故里 不忍心將相片化為黑白 因為他的藝術生命是多彩的 看到這裡 網友已經大概知道 他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導致死亡 另外著名設計師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室 博士生導師吳冠英 也在20日上午突然離世 據中國媒體報導 吳冠英是感染重型感冒過世 中年67歲 吳冠英在1955年出生 廣東中山人 去世之前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信息藝術設計系教授 曾經參與過多套生肖郵票 生肖金幣銀幣設計 是拜年系列郵票設計者 是設計最多的郵政特約設計師之一 今年12月9日 他在微博分享了 在家門口貼的一張手繪辯條 畫了一隻可愛的小白套 上面寫著 快遞請放門口 小件請放紙盒裡 多謝 他並且在貼文留下中文字畫 還是要小心一點 這也成為他這生最後的一則貼文 中國多位名人近期離世 媒體的報導 也對新冠病毒隻字不提 引發中國網友痛批說 官方現在也不提新冠病毒引發的死亡 真是 呵呵 現在統一用詞是重症感冒嗎 自欺欺人 歲月正好 新冠就是新冠 真是沒必要繞圈 新冠也是敏感詞了嗎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中共突然開放疫情管控之後 中國疫情就失控感 開始迅速蔓延 而且感染去世的人數激增 老人家 年輕人都有 在網絡現在有一種說法指出 中共封控之前 都是無症狀 解封之後 突然全部成為有症狀 而且還很嚴重 甚至沒命 因此有網友認為 現在中國人感染的 不是症狀很輕的Omicron 而是武漢爆發疫情初期的最強毒株 甚至有人還懷疑 是中共為了凸顯防疫清零的正確 在開放管控之後故意放逃 觀眾朋友 你對這個說法又怎麼看呢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再見